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丁老师,也是VIP班的班主任之一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2023考研数学VIP班的导学课 那我们这个导学课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个就是同学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书课及整体规划 第三个是这个VIP产品的特色 第四个是VIP班适合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同学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在长期的辅导过程中 同学们经常反映的一些问题 同时也更是我们这个VIP产品着重想为大家解决的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报班之后除了上课时间长不到老师 无法与老师进行交流 这个其实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通病 第二个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比较迷茫 不知道学习的方法对不对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具体的规划和安排是什么 第三个不知道自己一个阶段学习之后 是否可以进行下一个阶段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进行下一个阶段 第四个就是听网课之后 表面上感觉听懂了 但是做题却无从下手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这个也是很多同学反映的一个问题 第五个就是心理上 很多人看到身边的人复习的进度都比较快 自己就感觉比较焦虑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规划时间和复习 第六个就是平常听课做题经常会被卡住 想问却没有渠道 想问老师找不到人 想问同学他也不一定会 第七个就是针对于某些比较优秀的同学 他的目标分数比较高 基础也比较好 却不知道怎么往上拔高 第八个就是市面上的复习资料很多很杂 不知道该怎么去抉择 这些问题我们老师都给大家都考虑到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产品中 着重的就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前四个问题 就是同学们无法与老师沟通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规划 这个大家在群里边可以 爱次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会与大家耐心的沟通 然后跟大家交流解决这些问题 再比如第五个 很多同学不知道怎么规划学习时间 这个我们班主任老师会针对每一个班 都有一个阅读规划 然后精确到每一天 包括每天看什么视频 看什么书 做什么习题 这个我们都是会做的 然后就是很多同学关心的这个答疑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里边是有一个双渠道答疑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那针对基础比较好 想往上拔高的同学 我们也设置了专门的增强课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八个 有些人说这个复习资料很多 不知道怎么抉择 告诉你啊 不用抉择 因为我们这个张云老师的这个书籍 还有课程是一个非常完整 非常系统的 你就按照我们张云老师这个课程来就可以了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了 那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 张云老师这个课程体系 他的书课 还有整体的复习规划 这个就是张云老师他所有的这套书 这个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应该已经见过不少了 它主要包括这么几本 三十奖 三十六奖 一天题 还有这个八加四 一共十二套卷子 那这套书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张云老师在他自己的导学课里边 已经给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了 那这块呢 还是给大家再简要的说一下 主要就是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首先就是这个三十奖和三百题 这个是基础阶段使用的 接下来呢 就是所谓的三十六奖 包括高数十八奖 现代九奖和概率九奖 但如果你是书二的同学不考概率 那就没有这个概率九奖了 那这个三十六奖和一千题 它们放在一起是强化阶段的课程 然后接下来就是真题阶段 我们使用的就是这套真题大全解 然后我们到最后啊 还有模拟题和冲刺阶段 那使用的就是我们最后四套卷 就是这样一个体系 那这套书呢 大家在书店里边都可以买得到 即使你没有报VIP班 也可以自己花钱买这些书 但是啊 我们作为VIP班的学生 肯定会有一些专属的服务 这些就是我们VIP的专属教材 这个你在书店里边找不到 即使花钱也买不到 那我们VIP的专属教材啊 主要包括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高数上考点扫盲 然后就是现代考点抢先学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捕弱增强课的讲义 另外啊 还有一本就是考研数学 真题大全解上册 有些同学可能觉得 这个上册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考研啊 从1987年到现在 其实有35年的历史了 对吧 一共有35套卷子 但是我们平时做复习的时候 重点关注的就是 近10年的真题嘛 对吧 而且你在书店里边 买到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基本上也是只有10年的真题 那这10年之前的题目 虽然说时间比较久远 但是呢 它其边包含的一些 基本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 对我们现在备考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这些题目 我们就做成这个真题大全解的上册哈 注意这个是只有VIP班才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报VIP班的话 你只能拿到近10年的真题哈 然后报了这个VIP班之后 我们那些较早的题目也会发给大家 好下面就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VIP产品的特色哈 第一个就是数一数二数三 针对性提分授课 这个数一数二数三哈 他们不光是从考试大纲 还有券面结构上 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所以我们复习的时候呢 要针对性的给它分开进行授课 第二个就是专属班主任团队 全程带练办学 我们每一个班哈 会给大家配置三个班主任 然后组成这样一个团队 来对大家进行服务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班主任服务里边 包含的几个主要内容啊 这个也是我们产品的最大的特色 它包含基础摸底 补弱增强 直播讲评 阶段测试和模考评估 这个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第四个就是很多同学关心的 就是答疑问题 那这块呢 我们提供了双平台答疑哈 那双平台呢 第一个就是APP上可以答疑 这个的话呢 就是针对于一些同学哈 可能不好意思跟老师交流 那么呢 你就可以在APP上 把你想问的问题问出来 我们是在工作日之内 24个小时之内会给大家回复的 除此之外啊 还有就是很多同学更喜欢的 就是班级群答疑嘛 对吧 因为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和老师交流的 那这个班级群答疑呢 是在工作日时间 班主任老师还有答疑老师 他会及时答疑 那第五个是滚动开班哈 因为我们这个考研的备考复习周期 非常的长哈 不同阶段的同学都有 那我们就会按照时间进行滚动开班 当然了 如果你报名越早 肯定效果更好嘛 早报名早学习 第六个也是今年我们这个VIP班 特地增加的一个附赠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素养课 这个是由我来给大家讲的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复习的备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呢 为了增加一点大家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哎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历史 讲一讲故事 来提高一下大家学习的兴趣 让大家面对这个枯燥的数学学习哈 感觉不再那么索然无味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一下哈 首先我们包含两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名师领学 就是由章鱼老师 他本人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给大家进行授课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的安排 以及每个阶段所使用的书籍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啊 包括章鱼老师自己都介绍过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需要重点介绍的啊 就是我们这个VIP专属班主任的定向特训 当然这块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章鱼老师的课程啊 他都是录播的形式 然后我们这个定向特训呢 他采用的是直播的形式 一共包含我们刚才讲的五大部分哈 所以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 然后那我们重点哈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VIP 他这个专属的班主任的定向培训 他包含五部分内容 第一个就是基础摸底 因为有些同学他自己的基础比较薄弱 或者说他去直接听章鱼老师的课 感觉跟不上 于是呢 我们就设置了这一部分内容哈 他的主旨就是基础抢先学 备考快认一步 主要包括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高速上的考点扫盲 这个就是对应我刚才VIP的专属教材 他一共有20次课哈 总共30小时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他的习题讲解 一共三次课9个小时 然后现行代数部分呢 我们有现代考点抢先学 一共12次课18个小时 然后他的习题讲解是两次6个小时 那这块呢 我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模块 针对的就是基础比较薄弱 报名比较早的同学 那如果是到了复习的后期哈 大家基础打的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会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会根据滚动开班的情况 调整课时 到2021年10月份报名的同学哈 往后我们就只保留高速的这一模块 到2022年3月以后报名的同学 那整个这一模块哈 我们就将会下降 那接下来呢 来看第二个模块 就是捕弱增强课 这个就是针对章鱼老师课程的 一个配套课程哈 那捕弱课是什么呢 它要夯实基础 基础分志在必得 它主要就是针对的一些 基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包括一些基本的概念呢 基本的解题思路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辅导过程中啊 发现很多同学问的一些 共有的一些问题哈 这个就是捕弱课哈 它是采取直播课的形式 然后一共有五次 一共五个小时 那增强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有些基础比较好 想往上拔高的一些同学哈 专门做的这个增强课 它的主旨哈 进阶提升 向130分以上进行挑战 那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些 重难点题目的深度解剖哈 还有一题多解 我们知道啊 一个题的解法越多 那么说明它所涉及的概念越灵活 然后它的解题方法越发散 所以啊 这种一题多解的题目 是特别适合那些基础掌握的 很好的同学去做的 另外我们考研数学里边 也有一些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 比如说可导可微连续 再比如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和它的定积分 对吧 再比如先行代数里边也有哈 比如两个矩阵之间的相似 合同等价 对吧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矩阵的质 矩阵的行质 矩阵的劣质 相量组的质 它们这几个概念哈 你能不能在脑子里边给它捣鼓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增强课 重点给大家讲的 它呢也是有五次 一共五个小时 好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哈 叫直播讲评 它呢也是一个直播课的形式 然后它其实重点就是习题课哈 那讲哪些习题呢 首先哈 张瑜老师 他的30讲 36讲 300题 1000题 上面题目很多 而且有的题目很难 对吧 那张瑜老师不可能把每一道题都讲到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难的题目 同学们看答案 也看不懂 那针对于这些题目 我们会做一些讲解 还有就是一些早年的经典的真题哈 还有就是平时同学们问的比较多的 不止一个同学问哈 这个同学问 那个同学也问 就是这些所谓的共性的问题 我们会放在这里给大家来讲 然后第四个啊 就是阶段测评 这个测评也是很重要的哈 我们一共安排两次 基础阶段一次 强化阶段一次 然后每次都有讲解哈 是三个小时 那这个测评的目的就是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 对吧 你不能光一味的死学哈 就是往后边赶进度 那你学的到底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 那就看你测评的效果了 对吧 如果你的效果很好 测评的成绩很高 那么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下一阶段 那如果你测评结果 哎不是很理想 或者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漏洞 那么你可以再继续哈 再重新的进行一些基础阶段呢 他的一些学习 针对于自己那些测评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知识漏洞 进行一些重点的学习哈 那第五个就是模考评估了 当然这个大家从小学到高考都经历过 那我们考研这块呢也一样 模考是非常重要的 让大家提前的适应一下我们这个考试环境 那我们一共安排了12次 然后也是有相应的讲解啊 24小时 那这个模考呢 除了让大家提前感受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评估 评估什么呢 就是评估一下你到底该适合报什么学校 对吧 就是说很多同学啊 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怎么样 然后呢也不知道报一个什么样校 如果你水平本身比较薄弱 但是呢给报高了 那就有风险 或者说你如果水平非常的好 结果呢报的比较保守 那也有点不值得 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个评估哈 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些模考成绩 来正确的选择你所要报考的院校 这个评估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VIP班主任团队 他的一些专属的服务 首先我们是一个团队哈 就是每一个班级里边安排了三个班主任 分别是学管老师 答疑老师和授课老师 那我们为了提高大家答疑的效果哈 我们每一个班主任群都是小于100人的 并且呢在工作日及时答疑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APP上答疑哈 我们在APP里边有答疑专区 然后是在工作日24小时之内在线答疑 那还有定向特讯直播哈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 什么增强补弱吸体等等 它一共是有82次直播课 这个得说一下哈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直播课的形式 所以说如果你报名晚的话 就可能就看不到了 所以说它会随着你的期数往后啊 逐渐的减少 然后还有就是日常读学 我们会有专门的学管老师哈 给大家每月定期督促学习 监督学习进度 给予复习指导 然后我们还有一对一的电话辅导哈 就是泡名之后 学管老师呢会一对一 跟大家进行一些电话沟通 了解一下大家的学习情况 那最后呢想特别给大家讲的啊 就是这个素养课 这个是我们2023季新加的一个内容哈 它不属于正式的课程内容 而属于一个附赠的内容 那为什么要加这一块内容呢 主要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数学的学习啊 是一个非常艰苦漫长 并且枯燥的过程 但实际上数学是一门非常生动且有趣的学科 所以今年呢 我们给大家安排这样一个素养课哈 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历史 讲一讲故事 看看我们这个微积分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看看我们这个高等数学 它在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呢 第一个就是增加一些趣味性哈 提高一下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使我们的备考呢不再那么枯燥 第二个呢就是了解历史 加深一下对概念的理解 因为我们知道哈 数学的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的 这样一个系统 那你只有了解了它的历史 了解了这个概念 它背后的内涵 那么你才能对这个概念 有一些更深刻的了解 从而对你解题也有一些帮助 所以出于这些想法哈 今年我们就设置了这样一个素养课 也是由我来给大家讲的 好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VIP班适合什么样的学生 第一个赌信 好的课程 好的服务能够让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 第二个赌信 自己是学习的主体 第三个赌信 数一数二数三 分班更具有针对性 更有利于学习 第四个赌信 除了努力 其他都在VIP班 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哈 都会给大家提供最好的配置 最好的师资 最好的教材 和最好的安排 那么接下来剩下的 就是你自己来努力 好那我们今天的导学课呢 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学习内容了 希望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啊 大家要不忘初心 最终取得令你我都满意的好成绩 好谢谢大家